硬核格斗作品迎来史上最炸烈联斗 范马任牙与全院阿修罗的三对三 铁头娃对战花山 杰克对战乌雷安 甚至连勇次郎和黑幕都接连出场 最后的胜利究竟会花落谁家 一个普通的早晨 两位主角本来都正在晨跑 平常地锻炼着身体 可天桥上命运的一片 却让整个世界线都发生了变动 两人纷纷回首而忘 什么格斗借你的名字 一时间天地震战 只有两人还面对着微然不动 山下一夫的呼唤令王马一开视线 地震瞬间停止 但等他再次转身 任牙就已经不见踪影 其实他是默默藏在了身后 还饶有欣慰地露出笑容 将会决出地表最强男人的地下斗技场 和实力至上的全院会 两大著名的地下格斗组织 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风云忌讳 今天就要再次决出 究竟谁才是至高无上的最强者 王马作为压轴出场的主角选手 自然也得知了二者的这场比赛 跟着前往了东京巨蛋内的会场 看来今天的比赛将在地下斗技场进行 分开是科普这里的历史 院牙中设定的幕后组织者 自然也是德川家族 这回甚至要由第13代家主德川光成 来亲自现身主持 这也是两个世界观联动中 如同兄弟会一般的奇妙巧合 至于这次为何是全院会客场作战 那当然是因为 这种比赛甚至不是第一次举办 之前在联动漫画中 德川和片源就曾表示互为好兄弟 出战时德川特意拉来了余地独步 当时是在全院主场的便宜仓库打了一架 那场比赛的胜负并未公开 但独步却在那之后休养了整整半年 听闻这个消息 让刃牙的众人都震惊起来 重新评估起全院会那边的水准 此时非洲大陆最强的拥兵穆特巴 和超级军人凯亚狭路相逢 他们都跃跃欲试想要来一场 凯亚赫然想要当场来个施吼宫 不过对盲人使用声波攻击 果然还是有些过分 更何况这次的主角并不是他呀 最终只能遗憾地演起西谷 乖乖地当守门员保安 初次联动时候的主角之一独步登场 他刚和萨帕因见面 就没忍住虚晃一拳 他上次的对手正是帕帕因 没错 就是我们铁头蛙的老爹 所以他们当然要互相打个招呼 奥利巴和尤里乌斯同为肌肉男 则是开始深情对望商业互吹 一个是平常最愿意拉直升机 一个不甘示弱表示爱好是拉F1赛车 射穿当气和初剑拳这两位和气道大师 似乎也被彼此的气场本能地吸引 初剑本来是想跑来接个火 可却碰了一鼻子灰 眼见各位这就开始和平交流 两边的观众席上也坐满了熟悉的角色 得知地下斗技场竟然不给钱 只会专注于提升自我实力 全院世界大为震撼 不过更令人震撼的 还是两边的画风融合 能看出确实是任牙主场 结霸亚当遇到暴走族柴千春 两人同为小混混 也开始在目光中天雷勾动地火 最令人激动的还是烈海王 他现在还能活生生地站在解说席中间 他注意到 高处还有个职业条子正在观望一切 难道还想对死囚犯执行正义 英初和欣梅也在后方随时准备 他非常期待任牙那边能打个重伤 献上生命让他解剖 可惜任牙的医生红叶肯定要阻止 两人一个能心脏移植 一个能妙手回春 都是明依气氛剑拔弩张 欣梅站在中间想劝假 可他们原来还是救死 竟是臣妾多管闲事了 他们表示曾是医学院的同学兼老朋友 什么医学院如此藏龙卧虎 只要站至最后一人极为冠军 这规则恐怕无人会不理解 就让他们看看双方的好手们 能打出怎样的三场战斗 两位大佬宣布比赛开始 但此时的王马却还在热身 我打人牙真的假的 想必他的内心也有所感觉 这时他的对手也正在准备室中练习道理 两人都对最终的压轴对战满是期待 各界大佬齐聚一堂 两位熟悉的解说员也已准备完毕 战斗即将开始 首先就是代表全院出场的铁头娃凯种萨帕因 来自缅甸的咆哮斗魂 这波是父子局 他肯定不能给上届的老父亲丢脸 而他的对手则是任牙方花山组的第二任老大 也是日本第一拳手的花山勋 随着击鼓开始 铁头娃率先摆好架势 热血沸腾的他可没有耐心继续对峙 直接上前 他的速度不可小觑 毕时间竟将不闪不闭的花山 打得面不出血 但花山稳如泰山的状态 也不是没原因的 他只是一直在蓄力 准备着一招回击 差点就把铁头娃打出场来 他的天生怪力果然牛逼 德川很是满意地望着台下 而花山也转身回望 一开始德川找他过来打比赛时 就说是给他找了个好对手 他连是谁都没问便答应了下来 希望铁头娃不会让他失望 虽然被打飞 但铁头娃毫不示弱 感觉花山的拳头还能再用力一些 不过他自己才最清楚 能把防御状态下的他一拳击飞 是怎样的可怕结果 他的不屈服算是通过了花山的考验 男人竟还将鞋和衣服脱下 露出了背上的侠客型纹身 还好他没把传统的圆和二年 继续宣传给全院世界 总之这是他认可了对手的表现 铁头娃见此自然更加兴奋 二者立刻开启了下一轮队殴 一拳一脚的光波攻击 他们在近身肉搏中势均力敌 铁头娃终于有些理解了 老爸当年的感受 这些地下斗技场的强者果然名不虚传 他本来就很憧憬 父亲与独步的传奇一战 这次一得到邀请 自然就光速同意参战 而且发誓绝不会输 回忆上回 他虽然打得不错 但花山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不过谁都没想到 铁头娃竟也会故意等着对方攻击 当花山自以为打到了他头颅弱点的时候 便瞬间反击了个头锤 这一波比挨上一记铁锤都猛 花山竟被打得单膝跪地 这次他可是选错了攻击位置 打铁头娃的头当然不是个好选择 这位堪比金属的头骨 可不是浪德虚名 而曾与缅甸全队战过的独步 最清楚他们缅甸一甲 全身骨骼的强度 反复断裂重塑的方法几乎疯狂 就在众人以为比赛已经迎来决胜时 花山可是还没认真出手 总算按捺不住 使出了成名的卧鸡 活生生地将萨帕因的手臂挤爆 任牙方全都等待已久 但全院方则是大为震惊 力量和技术原来还可以互相转化 他活生生靠着一手物理攻击 造成了魔法般的夸张效果 铁头娃还惊恶地来不及反应 就被三重破坏力重拳锤地倒飞而出 但他依然不会乖乖认输 这场比赛对他来说非同反响 他绝对要比起父亲 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也使出了必杀技缅甸铁锤 钢铁般的脑袋和拳头互相碰撞 最后竟然是花山的手指 被活活破坏扭曲 但花山可是还有另一只手 他也是个狠人 随手就将七扭八歪的断指掰回原样 这场战斗终于走向高潮与尾声 铁头与铁拳不停撞击 两边都把大招当作平利用 感觉这场的双方 全是骨头巨硬的耐打王 全看哪一边更能撑到最后 最终还是铁头娃先败下阵来 再次被锤到了场边 难道父子继承局就这样遗憾落败 估计他的脑震荡一时半会都缓不过来 可即使这样铁头娃还想过来强撑 却又被一拳锤倒在地 裁判终于正式宣判了比赛结果 第一场是花山胜 铁头娃最后只能横着出去 但他也已经拼尽了全力 大家都看得很是尽兴 就连解说席的大家 都恨不得自己能上场 不过这时他们突然发现 两个肌肉猛男开始互看不顺眼 竞当场开始掰手腕 怕他们继续用力把场地踩坏 两位看戏的和气道大师 及时联手阻止 竟然把大块头们以犹克刚当场甩飞 初见不愧被称为浮云 最喜欢深藏功与名 立刻就又溜到一边开始摸鱼 第二场比赛准备开始 王马才当当来到观众席 不过他也在监控器上 看到了首场比赛的情况 心中也变得跃跃欲试 他察觉到了任牙的视线 明明之中就是有股力量 使他们互相牵引 短暂的休息时间过后 第二场比赛即将拉开帷幕 任牙方这边派出的是 通过极端的药物摄入和魔鬼训练 铸就强壮体魄的杰克范马 而代表全院会出场的 则是具有千年漫长历史的暗杀集团 无知一族的巅峰强者 竞技的墨翼吴雷安 德川早就迫不及待想看他俩开打 这两人的风格 都与上一场的互相耐打截然不同 很明显都更加阴沉恐怖 两个战斗疯子打起来的效果想想就爽翻 再次击鼓宣布开战 这场的两人全都立即起步 电光火石之间就向对方的脸上轰去 吴雷安很快就暂时占据了优势 竟然能和杰克打得如此顺畅 愿牙方都在心中暗暗佩服 简单的几回合交手之下 杰克便有些显露颓势 雷安满脸不屑 居高临下地站在他面前 早听说过杰克是个狠角色 怎么刚被打几下就站不起来 骗原来邀请他时曾说 杰克一定是最适合他的对手 两人都对力量有着永无止境的追求 但杰克是靠着服药手术等等人工方式 用后天的科技狠活对身体进行强化改造 就像是人造的战斗机器 要知道天生就有超强肉体天赋的雷安 最看不起的就是科药白痴 他肯定要来把这家伙揍扁 就知道这能够激起雷安的斗志 骗原完美的计划通 雷安今天来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他会证明这些假把势 根本就无法与人类肉体的真正实力抗衡 杰克依然坐在地上沉默不语 但就当雷安当想继续辱骂 对方只是个冒牌假货 攻击却已经来到了他的脸上 在空中划过一道华丽的弧线 杰克在等要笑你在等什么 他还来不及反应 下一波攻击已经接踵而至 刚才的杰克果然是在积蓄力量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释放状态 继续欧拉再加个华丽转身 这回轮到雷安被打倒在地 这下两人的身份产生了大逆转 杰克心中明白 和雷安这种超人类天赋的对手较量 正是他梦寐以求之事 但即使如此 一开始他还是拒绝了这场打斗 毕竟杰克满脑子想的 都是要超越扎爹勇次郎 没空去和别人纠缠 但德川坚持表示 他将会是杰克目标道路上的试金石 被称为无知一族天才的雷安 可不是白给的 吴家世代以来都在结合外部的强者基因 最终才会诞生他这个纯血种战士 为了实现愿望 甘愿承受实验改造身体的杰克 必须要先跨越这种肉体天生条件优越之人 就好像他的超雄父亲一样 力量的来源在杰克心中不重要 只有赢了才是王道 雷安逐渐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虽然还是被重新击倒在地 但很明显精神上更加兴奋 他望着对面的杰克 仿佛能透过这身皮囊 看到平常无数的科药与改造 果然就如传闻所言 杰克是个不惜牺牲一切变强之人 值得他使出全力 王马猜测他要开始使用密集解放 果然下一秒 男人身上就冒出滚滚红烟 他激动地释放出无尽杀意 想要尽情践踏眼前奋力拼搏的杂碎 刃牙这边当然要科普隔壁的小知识 所谓解放就是有意识的 解除大脑对肉体的限制 大幅激发出自身潜能 而雷安之所以被称为无视一族的天才 正是因为他的潜能解放率 足以达到100% 历史上能达到这种水平的族人也寥寥无几 不愧是全院会派出的强者 充分解放出如鬼神一般的魔人形态 杰克很想见识一下这样的他 也同时咽下了藏在喉口的大堆尽药 这就是天赋挂与科技挂的终极对决 可还不等这边要效发作 雷安已经速度极快的 跑过去掐住了杰克的脖子 甚至将他高大的身体活活举起 再猛地往地上一贯 两边观众的脸色都凝重起来 但德川却丝毫不慌 他相信杰克不会这么容易被击败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不如说有趣的战斗从这才刚要开始 只见杰克突然趴到地上开始呕吐 随着白沫的吐出 他的身体也肉眼可见地开始扭曲缩水 使出了极端最大化 身上的肌肉已然不像人类的姿态 不愧是两个疯子的战斗 看他们这架势 或许会演变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但即使都拿出了如此恐怖的招数 两人的脸上却都挂着沉迷的笑容 他们再次于肉搏中放出闪光弹 全拳倒肉的纯粹战斗 令他们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与享受 这哪还是什么打架 此刻两人置身的 仿佛已经不是判断胜败输赢的擂台 而是互相厮杀的战场 他们简直把比赛完成了生死决斗 互相连锤带咬 一时间血肉横飞 这下两个大佬也都不淡定了 斗技场怎么成了斗兽场 如果再不阻止他们 是不是真的会往死里拼命 观众们全都不能再安心旁观看戏 眼看男人还想呲牙过来 雷安又一把掐紧了杰克的脖子 两人一时僵持不下 观众席上也都平住了呼吸 最终还是被扼住命运咽喉的杰克 率先没了力气 脸朝下摔倒在地 获胜者终究还是 具有天生解放力量的吴雷安 虽然两位大佬以为胜负一分 可杰克这飞人的身体 却支撑着他再度站起 两人又重新开始互殴起来 不仅隔着屏幕的观众们一脸猛 前来救援的人员也一时不敢上前 他们果然完全没把这擂台的规则当回事 只是沉迷在战斗的纯粹快感当中 根本不容第三个人前来干涉 两个保安听到里面闹哄哄 不由得有些坐不住了 本以为他们两人看个门还不轻轻松松 可那个庞大的黑影 最终还是闯进了会场 皮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是发现了自己的风干腊肉被抢走 所以才会开始凭借本能行事 结果等他一冲入 场上顿时出现了三个疯子 情况更加混乱失控 保镖灭糖之牙加纳厄 已经开始考虑他是否要出手 本以为会是三人扭打在一起 但关键时刻还得是主角们救场 三下五除二便把其中两位撂倒 任牙下场来到了杰克的面前 让已经失败的哥哥乖乖认输 再不承认就有些不体面了 眼看更多的人下台阻止 雷安知道这场已经无法再继续 也只好不甘心地脱离了解放状态 王马也来到了被击倒的皮克面前 虽然今天就此掩齐息鼓 但杰克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输了 总有一天他会向雷安再次挑战 爽快的一决高下 想拦住暴怒的吴雷安可并不容易 这场战斗两个人都没打爽 汹涌的杀气无处释放 但任牙又怎会怕他挑衅 想杀他随时欢迎 最终雷安还是得被架着离开 而王马也开始优雅和善地邀请皮克退场 结果小东西还真露出了清澈愚蠢的眼神 现在无关人等都已被清场 第三战的两人也终于真正站到了台前 这一幕他们已经期待了一整天 他俩庞大的主角气势 不禁令季海王兴奋不已 老猎头的蛙人本能开始觉醒 看了刚才那一战 就连解说齐的几位都感到精神紧张 亚当和小宇宙特意出来放松喝口水 亚当还在惊叹于皮克的惊人压迫感 结果他话还没说完 就突然心有所感 抛下小宇宙就跑了出去 果然是在刚才观众戏上 隔空就和他眉来眼去的社会人柴千春 两人总算在厕所前面近身相见 都说人有三级 拦在这里多少有点不太地道 但眼看男人脸上同样痘大的汗珠 亚当顿时就感觉不及了 他们倒要看看 今天谁能先让开进去 真不知道这奇怪的攀比之心事从何而来 纯属是损人不利己 但在关键时刻硬憋 可能也是男人忍耐力与尊严的一环 结果就是直到比赛快开始 小宇宙依然没再见到他的人意 不过要问这最终战的主角去了哪里 王马居然跑回了休息室里补教 至于任牙则还是习惯开启鬼脑 模拟锻炼到最后一刻 到达黄昏之刻 最引人瞩目的压轴男主之战 终于即将开始 首先就是地下斗技场的卫冕冠军 范马任牙的登场 他的对手则是拥有阿修罗称号 兼具狂野与缜密的战斗本能与策略 坚信自己将成为地表最强男人的 食鬼蛇王马 果然自家的解说就是比较能家头衔 从早上那惊鸿一瞥 双方就知道对方会是命中注定的对手 两个主角舍我其水 大佬们表示好看爱看 这场史诗级的巅峰对决现在开始 和前两场完全不同 两人都在仔细观察对方 没有丝毫轻举妄动 但就当王马刚想抢占先机的沙娜 却一瞬间天旋地转 即使不是主场倒也不必行此大礼 而这当然都出自刃牙的预知手柄 小宇宙非常怀疑 难道刃牙也能发动领域 看来王马这局并不好打 等他好不容易站起身 刃牙的下一波攻击就已经接踵而至 王马再次承受重击 可这波刃牙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毕竟王马身怀二虎流金刚型 全身肌肉都能在承受撞击的瞬间硬化 从而自动化解各种形式的攻击 王马看起来胸有成竹 但其实内心也是有点慌 刃牙比他想象中还要强 临上场之前 他的两位忠实后援就来到休息室 封秘书赵力尽职尽责地收集了资料 刃牙从小就习惯了战斗 也是经历诸多魔力 才最终成为斗技场的冠军王者 还真是了不得的成就 看来他们都是最心于此的战斗狂 说不定还蛮有共同语言 刚才的王马看似去睡觉 其实也正在脑海中进行模拟战 只是他并没有鬼脑那种逆天能力吧 两人终于正式开始肉搏 短暂交锋之间 任牙就敏锐地察觉到了 王马二虎流不坏的弱点 他当即出了个直拳弓向对手腹部 立刻就将王马击飞好远 他竟在几招内便破解了不坏 原来任牙是在挥出直拳的瞬间 将全身重量都集中在了拳头上 那种程度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化解 独步对其赞誉有加 关节是身体的天然缓冲机制 而固定全身关节后所挥出的直拳 必然雷霆万钧 王马差点以为 刚才那拳会将他的腹部贯穿 没想到还真让对方破解了不坏 两个男孩都是为战而生的同类 真不知是心心相惜还是同病相怜 如果任牙执意还要用出直拳 那么王马也要主动上前迎击 在力量爆发之前将其接住阻断 他们两个天才的战斗意识 果然都灵活而训解 只需瞬间的一招一试 就能够领会并化解对方的意图 转瞬间他们便再次交锋 狠狠地肉搏在一起 令双方观众都大饱眼福 可关键时刻任牙竟突然转身 使出了一击鞭打 这无敌的破防一招顿时打破了护欧局面 使王马痛苦地倒在地上 二虎流不坏已经完全失效 他从肩膀到后背 都赫然出现了个鲜红的大掌印 那是任牙精心设计的一击 完全放松全身肌肉的张力后使出鞭打 几乎可称之为所向披靡 王马也看出自己竟被对方完全破防 但他绝不能允许二虎流被看不起 眼看任牙想要再次顾忌重施来刺鞭打 王马也不会坐以待毙 他果然对核气道也有透彻的研究 这招操流行柳能看破对方的力量流动 方便寻找机会反击 他怎会在同一招上连续跌倒 可一旁的刃牙身上 却突然出现了判若两人的气势 他竟然玄幻地浮空起来 虽然王马并不知道 这是他的企划高速蟑螂冲刺 但仍然警觉地在杀那间抵挡 转瞬间发生的事情 就连观众席的最前排都看不清 可这波被弹飞的竟是任牙 王马立刻想要趁胜追击 但任牙也马上开始大风车销利 两边暂时都没有受到严重创伤 任牙还真是在全世界学百家武 他竟再次打出音速拳 最令人惊恶的是 他明明只看过一眼 竟然就能像模像样的 使出刚才王马的那招流 他的学习能力怎会如此逆甜 眼前的对手 瞬间竟让王马唤试了二虎师傅的身影 既然如此他也不再留守 看看这招任牙能够怎么复制 王马终于使出了成名记评审 任牙这边再次科普 这是王马释放潜能的招式 可以加速血液循环 并将其产生的热量转化为攻击力 说白了就类似于狂战士 用身体的压力换来短暂的爆发 这回终于开始点题 由任牙对阵阿修罗 见他开了大招 任牙当然也不甘示弱 立刻开启鬼背以示尊敬 两人都拿出了决胜的外挂 看来胜负马上就会愤出 两人精彩绝伦的交流战 令观众们全都胆态万分 他们打得又激烈又快乐 仿佛至今为止对战过的所有人 都幻化成了对方的模样 这正是他们最渴望的战斗与对手 最终两人同时倒地不分胜负 本来以为本场赛事 就要这样平淡落幕 没想到即使有职业警察坐镇 还是又有意外发生 两位保安真是倒霉透顶 究竟是谁说这份工作只需要摸鱼 意外的角色登场在了两人中间 他正是认牙的老爹永次郎 他甚至认识二虎 自然也很想与传人王马打上一场 可惜两个小年轻都不买账 还不等他发作 很快就有更吸引他的男人踏烟而来 竟然连黑幕都来了 变态的穷极武道之人一个接一个 他们看起来马上就要在这 来场把大盗都磨灭了的战斗 可是谁还记得这是两个小男主的决斗 最后他们四个两两纠缠在了一起 为了保护会场 果然大家最后还是只能包饺子 他俩可以预定打一场 只是现在还没安排到 今天的比赛怎么如此状况平出 既然两个大佬再三保证 之后定然会安排两人对打 他们也只好兴兴离去 也就出场了个昙花一现 经过他们这么一搅和 主角两人一是没了兴致 二也是刚刚打的都没了再战之力 只能携手宣布平局 为了维护两个世界线的和平 或许这样也不坏 一胜一败一平的完全平局 也就证明着下次还有机会再战 其他人是安心散场 但警察阿姑姑感觉到了周围的不妙气息 他还要对邪恶是以正义执行 即使比赛已经结束 怨牙依旧感到恋恋不舍 他再次试图模拟出对方的招式 希望自己的武学能够再度进步 而王马自然也在脑海中疯狂复盘 他们还想打得更多更进行 结果全剧最搞笑的片段出现 这两个厕所男居然一直站到了天黑 我宣布你俩才是今天最激烈的真正战斗